您一定想不到,一个普通的土豆做成米其林餐厅的招牌菜。 土豆用刀切块,和鸡蛋一起放入蒸锅,蒸上50分钟。 鲜椒拍葱了,切成小段,锅中放入油、姜蒜,放入鲜椒,翻炒均匀。 土豆熟透了,取出,一分为四。 调个酱汁,小米辣葱花,蒜蓉,酱油。 花生油,一勺芝麻。 把切好的鸡蛋土豆放入碗中,抓拌均匀。 米其林招牌菜就完成了。 那么好吃的招牌菜,您一定要去试一下。